勇士队在联盟中一直是一个氛围极佳的球队,七队员之间十分融洽,就连见惯了大市面的维斯特来到勇士队之后,也认为勇士队的氛围是联盟少有的。 在勇士队曾经发生过一幕至今依旧不能忘怀,那就是在十六年纪后赛首轮勇士队遇到火箭队,当时火箭队的阵中,还有霍华德和贝福利,而贝福利那种撕咬式的防守,对于库里来说显然是一个考验,并不是说能够怎样限制库里的发挥,而是他的防守方式,很有可能会击木库里。 果不其然,两人还是发生了冲突,在第一场的第一劫,两人便发生了冲突,库里三分线外持球,遭到了贝福利的凶狠贴身防守,慢镜头回放贝福利已经犯规了,但是他依旧毫不相让,最后两人纠缠在一起。 而这个时候不知道球迷们有没有注意,两方球员中格林第一个冲上前去保护库里,将库里推至其身后,更是与一旁而来的火箭球员相持不下,看上去他十分注重保护库里。 那一瞬间也充分反映了库里在格林心中的地位,其实库里早在十三年的时候,便已经成为了格林心目中永远追随的领袖,恐怕喜欢勇士队的球迷都不会忘记。 十三年库里一人单枪匹马斗马刺的场景,当时的格林实施议员替补,但是他在替补席上,亲眼目睹了库里为勇士队那一年所做的一切,落败后库里哭啼的画面。 格林永远忘不了,从那开始格林或许已经把库里奉为自己最崇敬的球员。 格林在此后的勇士队生涯中,他曾经吵过很多球员怒吼,包括杜兰特,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库里怒吼过,因为在他眼里,他永远值得尊敬,场上是队友,场下更是兄弟。 格林的成功很大原因是因为库里,两个人也算是互相成就对方,库里作为勇士队的领袖,他用自己的影响力,感染着每一个勇士队球员,和库里在一起打球没有压力,他没有球星的架子。 而汤普森又是一个简单的大男孩,格林是一个性情中人,勇士队取得73胜的那一个赛季,正是因为有他们团结一致,的决心,才让当时的勇士队创造历史。 如今联盟很多球员都想加入这个大家庭,而考心思下赛季会变成什么样,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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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